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昨天参加阿斯本安全论坛被主持人问到 拜登曾经有三次对外公开表示军事保卫台湾 是否代表美国政策有所改变 苏利文表示战略模糊带来台海数十年的和平稳定 而在面对非常复杂的问题时 保持模糊性是必须的 不过苏利文也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发展豪竹战略 将提供台湾最有用的战力 谈到中共苏利文表示北京当局曾说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今中国却面临强大的逆风 时事评论员恒合建议美国应该要把握时机 把对台湾政策清晰化 否则机会一旦失去 未来可能更难以有所作为 台湾问题这个政策的清晰化 应该是最好时机 就是说你在有实力的时候 去清晰化 把该解决的政治问题都解决了 这是最好的事情 不能说将来等到中共军事实力已经强大的 在西天平洋确实和美国能够抗衡的时候 清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